这头水牛身价50万 人称中国牛王 它到底有什么来头 它叫擒天柱 是一头斗牛 更是当时中国斗牛界中无敌的存在 斗牛是我国贵州的一项传统民族 一年一度的西南民族斗牛大赛 是贵州的经典项目 届时来自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一群养牛人 就会把自己养的斗牛 带到这里参加比赛 赛场上各个地方的水牛 为了打赢对方 会进行激烈的决斗 每场比赛 都会让在场的观众们 肾上腺素飙升 其中一头叫做擒天柱的牛王 可谓让观众印象深刻 没有牛能扛得住他的碰撞 他曾连续碰死两头贵州牛 此外还碰死了一头贵州 最能抗打的牛 在贵州打出了名气后 擒天柱还被养牛人称之为碰牛 随着名声大震 擒天柱身价水涨船高 早年间有人愿意出价50万 把牛买走 后来在2012年 擒天柱的身价更是到了70多万 当然除了身价 擒天柱雄伟飒爽的身姿 也常常被斗牛爱好者津津乐道 众所周知我国斗牛比赛上 斗牛的品种大部分都是水牛 成年后品种纯净的牛 体重大概在350公斤左右 作为农家里的好帮手 水牛是一种性格温顺的动物 一般不会对人有什么过激行为 然而到了斗牛场上 面对其他公牛 水牛那极具攻击性的另一面 也就彻底释放了出来 而作为牛王的擒天柱 他如此厉害如此值钱 就是因为他有一项独门绝技 赛场上会加速冲撞 没有牛能抵挡住擒天柱的这一招 对手在被撞击后 往往会被震慑住最终败的 那么话说回来其他斗牛 难道就不会冲撞了吗 这就要说到体型的问题 擒天柱的壮硕体型 可是主人精心养育出来的 生活中比人吃得还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男人养的水牛 价值50万 要知道在2010年 花50万买头牛 人们一定会觉得这人疯了 然而这头水牛的主 却一口回绝了买家 这头水牛 便是名镇大江南北的擒天柱 擒天柱的成名之路 可以用一夜暴红来形容 2008年出道 2010年就在夜内封神 成为中国牛王中的牛王 短短两年 身价就从几千元暴涨到50万元 也难怪牛主人对50万的添加 毫不动心 两年来擒天柱南征北战 就为主人赢回了40多万元的奖金 因为擒天柱的参赛 票价不仅特别好卖 还从原本的10元一位 涨到了30元一位 甚至有养牛人知道擒天柱参赛后 就明确表示不愿参赛了 怕自家的牛 被擒天柱在场上给捶死 那么如此威猛的牛王 究竟是怎么练成的 他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训练出来的呢 只能说天分很重要 但欲不拙不成器 后天培养也非常重要 首先天分 擒天柱长得就与众不同 他的牛脚又厚又宽 牛头又大又硬 蹄子又粗又壮 放在电视剧里 就是妥妥男一号 除了天生勇猛好斗外 擒天柱的主人也一直没有放松 对擒天柱的训练 要知道对于每个养牛人来说 养斗牛不仅是个体力活 更是个技术活 斗牛在农家里不仅不干活 相反还得好吃好喝的 像个大爷一样供着 除了要吃鸡蛋腊肉猪板油 为了补充能量和胆量 还得喂啤酒白酒以及其他药酒 这还是一般的养斗牛的方法 到了擒天柱这里 待遇就更好了 普通斗牛吃的都是炕面和普通鸡蛋 擒天柱吃的是筋链和土鸡蛋 此外主人还得擒天柱雇雇了两个保姆 24小时轮番照顾 具体保姆的工作 就是每天按时带擒天柱泡走 帮他按摩梳理毛发 不高兴了还要哄他开心 擒天柱生气的时候 一般会用体子蹭的吓唬对方 这时候就得想 是哪里惹到了这位大爷 当然光养尊处优也不行 还得进行体能锻炼 一头水牛价值百万 他就是牛中传奇擒天柱 中国最名贵的斗牛 还在央视节目上露过脸 作为斗牛界的天花板 除了自身天赋 擒天柱的主人对他的培养 也有很大帮助 鸡蛋每天20个 一天大概5两左右的猪油 养得飙飞体壮的 此外每天还要进行500斤的体能训练 隔几天擒天柱的专属保姆 还得带他爬爬山 此外还有一些强化训练 比如对着土堆练习顶撞等动物 这样的培养也很有成效 曾在赛场上撞死过三头牛 撞废了十多头牛 几乎没有斗牛 能扛得住擒天柱轻轻一碰 当然了擒天柱也非常聪明 他通过出场时的强势冲撞 短时间内解决战斗 如果陷入长时间决斗的话 胜负可就难料了 如果在他使出绝招时 对手不跑的话 擒天柱就会跑掉 也就是说擒天柱会感知对方的气势 如果能震得住 那就奋力冲撞 毕竟死缠烂打是下下策 为了降低擒天柱的杀伤力 有的比赛会要求 擒天柱降低冲刺的距离 从50米降到30米 这样既保证了观赏性 也不至于让对手受到致命的冲击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擒天柱在2019年就去世了 生前一直单身没有办理 当地有这样一个传统 斗牛一旦交配就会失去斗志 所以要想保持斗志 还让擒天柱留下后代 只有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 作为贵州的一项传统民族活动 斗牛的文化历史悠久 许多家庭因为养斗牛 从中赚到了钱 当然除了物质上的改变 还有斗牛文化的传播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咱们下期再见